各位觀眾你好,我是傅先生交通相片台的管理人及擁有人傅中熙先生 我現在會回報新世格Sumbar 797M路線的歷史和使用狀況 797M路線去張光路站和張光路工業村是一條重環線 同一條路線的298E一樣,都是重環線 298E的系列已經回報了 詳情留意相關的片段 說回797M路線資料 797M是途徑百姓閣日出康城 服務環保大道的沿途乘客 從而流往調景領地鐵站、張光路工業村 途徑上德、寶寧花園、張光路地鐵站 並在星期一至六卻房門時間 增加了兩班由青山半島至調景領地鐵站的頒次 在02年10月到會途徑上半島鳳來路和鳳來徑 而取代平日的早上特別班次 06年,來自回程 吳京、鳳來徑和鳳來路 同年8月,假日客人稀少 加上騰車 開辦榮貴路線特別路線797R 故此取出假日服務 07年4月,因工業村員工要求恢復假日上下午房門時間和服務 並且中段停開 07年8月5日,減化張光路中心的一段行車路線 不再途徑至線街 此地詳情亦可以留覽香港巴士大點網站797M路線 10年,縮短10月20日 收割行車路線和部分站位 以縮短行車時間並行出 車輛開辦新路線798 車輛由景嶺縮短到張光路站 詳情亦可以看看網頁 12年7月,工業村方向恢復停靠環保大道的鳳來路 張光路站由重置環保大道清水山半島的站 對於年8月15年,順序在明年8月15日 因此用於清水山和凌晨天之間提供服務 取消和百能卡加上轉成優惠 18年2月,親切洞探時間 21年4月,從週一至週六9時至4時 由中國站開出的班子就要經消防救護學院 使用狀況就沒有 使用狀況方面 因為它顯示數據 這條線的手下量的數據 並沒有顯示其他 這次的SYM797M的回報不多 喜歡看我的行車影片的觀眾 也可以留言 歡迎大家留言 希望可以留言 留言 讚好 分享 我們這條影片 可以被其他 官家市迷 收看 還有記住 如果想有興趣 持續看我的頻道 記得記得記得 訂閱訂閱訂閱 我這個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祝大家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